大家好,我是特兰华大学学生学者联姻会副主席杨璐 首先我携CSAC全体成员 欢迎大家来到UD这个大家庭 每年在开学之前,按照惯例 我们会为新生举办两次新生饺子会 第一次呢是在8月1号 我们会欢迎博士生的到来 第二次是在8月30号左右 是欢迎EI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在填写活动报名表的时候 我们会询问每一个同学是否需要我们的接送 然后在活动当天 我们会请工作人员逐一将交通不便的同学们送到活动现场 也就是UDC FSA指导老师徐平师兄的家中 新生饺子会这项活动其实具有悠久的历史 自80年代初UD学生会成立以来 它就成为每年必有的迎新活动 之所以选择饺子是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美食 在包饺子的过程中大家互相合作 也就是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 活动中亲切友好的氛围 为在异乡读书的家乡学子们提供了第一份关怀 到达活动现场第一件事情就是签到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接待每一位来参加的同学填写相应表格 随后想要参与包饺子的同学可以使用我们预先准备好的材料为大家制作饺子 在用餐前按照每年惯例 我们会邀请徐平徐明师兄和特拉华当地的社团进行介绍 在今年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纽瓦克前任市长 大使馆教育处老师 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 为我们来迎接新生和进行简单的致辞 特拉华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简称UDC-SSA 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所授权的非营利学生组织 我们的宗旨是义务服务在UD留学的中国学生们 我们的下设部门有文艺部 体育部 宣传IT部 外联部 校友部 人力资源部 与财务部 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一员 秉承着UDC-SSA的宗旨 精神和文化 服务一届又一届的华人学子们 请大家能持续关注我们举办的各项活动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加入留学在特拉华 微信公众平台 在此 我携UDC-SSA全体成员感谢大家的支持 UDC我们来到 Woo W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